真的说你都不信了 我平时基本是不会开车出门的 但如果一定要开 我一定会选择这些 很冷型的国产电动车 其实小时候呢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种 悬翼门 欧翼门 剪刀门的超级跑车 因为这种跑车在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 简直是帅炸了 周围的回头率 全都在你身上 真的是非常的炫酷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 这种跑车离我太过于遥远 因为它高昂的售价 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买得起它 但是长大之后我才发现 其实这种跑车 或者是这种拥有剪刀门的车型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昂贵 你看就在我旁边的这台浩博GT 它的售价仅需要20多万 所以这种跑车其实离我们是非常的近的 这台浩博GT呢 它的前面两道车门 都是通过这种悬翼的方式去进行打开的 就像喝了生可乐那样 会旋转 而且这两道车门都是电动开启的 你可以通过外侧和内侧的按键 去进行一键开启也行 也可以通过中控屏去把它给开闭 当然了 主驾驶车门在你踩下刹车的那一瞬间 它就会自动去进行关闭了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种炫酷的车门 就会发出个质疑 这种炫酷的车门 仅仅是在视觉效果上面非常的好看 但是实用性却一点都没有 当然了 自古以来炫酷的东西从来都是不实用的 但好在这个悬翼门仅有在这台560的7100 以及是顶配的车型餐才是标配 其他车型都是需要额外去选配 所以有些不太喜欢高调设计的朋友 还是有普通版的车门 可以去供大家选择 OK 那我们来看回这台浩博GT的设计 作为一台电动车 它前脸是做出了很多封闭式的设计 来降低风阻 但是为了强调它的运动感 还是做出了一些类似于赛车化的设计 就比如说这个类似于扩散器 以及导流槽的这些元素 所以看起来还是挺显运动的 而侧面呢 由于它是一个中大型的溜背轿跑 所以整体看起来它的视觉效果会很炫酷 另外呢 它的车长是达到4886轴距2920 所以在整体视觉效果上 它是显得非常的宽大且修长的 那么来到尾部可以看到 它整个溜背的角度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外加上呢 它给你配备了一个电动尾翼 这个电动尾翼是跟悬翼门是一套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要选装的话 就必须一整套一起选装 不能单独选装 所以在这个尾翼的驾驶下 会显得这个尾部呢 非常的具有运动感 同时啊 它给你配备了一个透明的灯壳 在这方面 它是显得非常的年轻一些的 那么简单看完了外观之后 我们现在打开车门 看一下它的内饰是怎么样的 以及作为一台轿跑车 看一下它的空间 会不会表现得不太好呢 那么那四方面呢 这台浩博具体试用上了 当下新能源非常流行的简约风格 一块中控的悬浮式屏幕 包括是悬浮式仪表组成 另外呢 它也是用上了电子的怀挡设计 所以看起来整体还是非常的简约 而且工整的 而对于什么手机无线充电的功率 它也是实现了一个快充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50千瓦 而且值得表扬的就是 这台车它是全系标配了23扬声器的 杜比音效的音响系统 所以在听觉效果方面 这台车还是表现得非常棒的 而在座椅的功能方面 它虽然是一体式的座椅 但它功能却是非常的齐全 它全系标配了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而在这台车形上 它还有座椅按摩功能 另外呢 它座椅的头者还给你单独的配备了两个 用于波爆导航的扬声器 所以在波爆导航的时候 以其他的声音不会产生干扰 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一些体验来的 OK那么说完了前排之后 再打开后排看一下 刚才我也是上车体验了一下 作为一台轿跑车呢 这台浩博GT后排空间 其实表现的还算可以 无论是头部空间也好 还是腿部空间也好 其实表现的都算OK 并不会让你感觉到压抑并进 它给你配备了一个全景天幕嘛 所以在采光啊包括是空间的开氧杆方面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美宗部族的地方也有 就是这台车它的地台高度 相对来说是有那么一丢丢的高的 所以坐进去之后 你的脚步会有剩 那么微微被抬起来的感觉 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坐姿的体验 说了那么多我也口渴了 那么热的天气让我喝口深渴了 然后接着再跟你们聊一下 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是怎么样的 怎么有点感觉不对劲 怎么飘了 喂 救我啊 我要拉下来了 怎么飞了 哇 可言 在发发声的哦 所以他走了怎么办 不停大吧 啊 我 我来吃瓜的哦 喂 我今天放假哦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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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无论是说这台车的一个定位啊 一个车身尺寸 包括说它一个售价呢 我觉得它都是奔着特斯拉的MOTO3去了 所以大家呢肯定会有一个最大的疑惑 就是说这台车呢 开起来呢 到底有没有比MOTO3更好 那我也不废话 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在城市工况底下 这台车一个底盘一个舒适度啊 包括说整车的一个隔音水平呢 其实要优于MOTO3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想要那种极致的一个操控的话呢 我觉得MOTO3呢依然是胜出的 那相比于偏科的一个MOTO3呢 我觉得这台HOP GT呢 有点像那种好好学生 就是说它什么都想给你 包括整个车的一个颜值也好啊 整个车的一个内饰质感 包括说行驶一个舒适性 还有说还要给你一些驾驶的乐趣 那提起驾驶乐趣 我觉得还有一点 还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台车呢 它全系呢 都是只有一个单电机 是一个后驱版本的 它的低功率电机呢 是一个180千瓦 然后它的高配呢 是用到了一个250千瓦的电机 那所以说在弯中的时候呢 其实呢也是能体会到 它作为后驱车一个玩乐的属性啊 还有这种灵活度的 那其实这个后驱呢 其实它的动力 因为最高配呢 是用到是250千瓦的电机 所以说呢 比起Model 3的后驱版本呢 它的动力是要来得更加的强劲了 所以这台车的快呢 可不仅仅是快乐的快 那聊驾驶乐趣呢 肯定呢 稍微要聊这个转向系统 那这台车的转向系统呢 我觉得呢 它性格是稍微有一点分裂 就它在低速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因为可能要营造一种比较轻的质感 然后呢 它中间的虚位也比较大 开起来跟普通的电动车一样 中间真的是没有什么手感可言 但是呢 你时速上来就是在30以上 整台车的转向性格呢 就所以它一个车速的增业来的 变得更加的自然 就无论你是什么模式底下呢 你发现这个车的转向呢 它指向性也好 它力回馈呢 做的也是相当优秀 虽然说呢 就算是在运动模式 它中间呢 还是保留了一点虚位 比起Model 3来讲呢 还是有一丢丢的距离 但是总体而言呢 这台车一个转向的 一个精准性啊 包括说它整个力回馈的 一个感觉呢 放在同级而言呢 我觉得都是做的相当不错 并且啊 它在这个驾驶模式里面 除了一个舒适运动可调 在个性里面 包括说整个一个转向的手感啊 它整一个自动 它这个刹车的脚感 都是可以调节 并且它不是说什么 那种一级一级的调整 它是那种无级调整 所以说呢 你无论是什么人呢 基本上都能在这台车 找到属于你觉得开车最舒服的一个方式了 但是这台车呢 是不是真的就由我说的这么好 毫无缺点 那又不尽然 那首先我想要吐槽一点 就是这个车的一个坐姿问题 就是它这个车的地台 其实坐的并不算高 对于一台电动胶车来说 我觉得已经是抑制的相当优秀 但是呢 它配合上这个6倍的造型 再加上它整个坐姿 你看我已经瞧到最低了 但是我的头 其实离这个玻璃天幕 真的是没有太远的距离 尤其是现在广东大夏天 快40度外面的高温 我真的好快 那我觉得它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坐椅支架 可能是用的是比较高 如果它在未来能用上 像非凡F7那种比较低的坐椅支架的话 我觉得这个优化区间 还是相当有的 那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车的一个能耗问题 虽然说我们这台车 已经是电池最轻的一个 低功率的版本 但是像我们这样正常开的情况下 它的能耗 基本上没有掉到过 15度电以下 那我想可能是不是因为 这台车一个车况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未来将会重新去借一台新车 来给大家跑一下这个光电测试 因为理论上按照它这个这么出色的一个风阻系数 还有单电机的优势不应该的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台车的能耗感兴趣的话 可以密切留意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节目 那其实浩博GT这台车呢 就跟特斯拉摩托三比呢 就像是两种可乐 那它呢就是可口可乐 那这台呢就是百事可乐 那喜欢喝口可乐的人呢 又永远呢可能不会说喜欢百事可乐 但是说对于那种只是想要去喝可乐来说呢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像百事生可乐一样 突然就红了起来了嘛 那所以说这台车呢 也是有一个它爆红的可能性的 诶 那个不是扎总吗 你要效果了 哇哇哇 真的说了都不信了 这东西真的好猛料啊 又来feel了 哇哈哈